身上满是福字的大红造型猪公 很喜气 还打了一个红色蝴蝶结 不过不说不知道 这只猪大有来头 是铁钓艺术家赖名传的作品 创意神猪全身上下都是废物在利用 身体是水塔 头是脸盆 鼻子是汤锅 屁股是炒菜锅 尾巴则是弯管 还有我们的回收纸呢 进行配创作 除了大红猪公 舞台上的这只面带笑容 相当讨喜的蓝色猪公 则是另一位创作者蔡坤林 用再生纸浆做成的 可爱又环保 一定要用回收的一个材料 来去创作 因为以往生猪 这样子有一点点差生 纸浆这个东西 是可以很自由的 然后可以捏索出 你想要的一个形状 而除了应景竹工 大厅还挂着一整排 由普渡水灯组成的水灯牌 不同于放入水中漂流的水灯头 水灯牌以木料制作 扎成长四五丈 宽一丈多的竹筏形 上头放满灯笼 矗立在水中 墓地和水灯头一样 都是浦渡水中的古文野鬼 往年我们都是画妈祖的图案 但是这对我们小朋友来说 有点太困难了 所以我们今年就改以简单 以自己喜欢的模式来绘画 中原浦渡传统文化 陶渊中立举办一系列过节活动 除了请艺术家制作环保神猪 还找来小朋友手绘Q版水灯 陶渊市副市长苏俊斌 也拿起画笔一同彩绘 我就画了今年的创意神猪 希望说我们提倡这个观念 越来越多的创意神猪 它是结合环保动保的概念 让我们这个文化的信仰活动 可以来往下扎根 准备了这个山头神猪 到我们庙前广场来 主办的公庙表示 今年实体的神猪还是会有 让民众参加普渡 既能感受传统 也能看到新时代的创意 民事集团周炳渝 淘宜报道